心的部分是什么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你一生的果效 都是从心发展出来的 所以呢 一个人的内在的心 也就是你的灵魂 你要掌握 或是你要懂得 去认识自己的内心 让你的心呢 可以极致升华 然后产生圆融互通 那我们特别讲到 在营销工作里面 你的发心要纯正 因为你的 你带着一颗心 是为了要去帮助别人的 只要你的发心纯正 回流的都会是正面的 那绝是什么呢 格物自知 以智导修 绝的部分呢 就像是一种智慧一样 所以你的心 要保持绝知 要保持有智慧 而在营销工作里面呢 我们就是常常要去调整自己的心 调整自己的心怀意念 然后去学习前人的智慧 或是像这次的完美营销课程 我们就会把过去我们很多年的经验呢 来帮助大家 好那接下来呢 四个字叫做人中成天 那我们觉得呢 一个人内在要和谐 他的外在关系才会和睦 所以你知道 有的时候人际关系的问题 不是别人的问题 而是你跟自己的问题 你跟自己的关系 如果你讨厌某个人哪一点 其实你可能也讨厌自己某一个部分 所以呢 在完美八大元书里面提到 人内在和谐很重要 就好像有很多人不敢做营销工作 因为怕被人拒绝 所以一被人拒绝 他会产生什么感觉呢 他会感觉到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那没有价值的话 他就不会喜欢自己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内在要和谐 你要先肯定自己的价值 对方就算拒绝你 那种感觉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价值 所以人内在的关系和睦很重要 所以在营销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常常都需要调整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好 再来就是什么 中 中呢 就是表里一致回归本源 从事我们的营销工作 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中心点 而这个中心点 不是一味的去讨好客户 也要回到自己的中心 好 营销工作呢 是平衡的 我们给出 然后我们回流 所以呢 我们要维持在一个中心点 也考虑到客户的需要 也考虑到自己的需要 而且我们心理想的 跟我们嘴巴说的 是一致的 表里一致 那成是什么呢 诚意振兴 心悦成福 当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 我们要敞开 我们要有诚意 所以呢 如果对于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我们也要懂得诚服 而且是开心 因为在这条道路上面 我们刚刚讲过 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在修炼自己的 透过关系 透过与人的互动 每一个人就像是 你的一面镜子一样 他可以帮助你看到你自己 好 最后一个是天 天赋才华 唯我独尊 因为我们在从事营销工作 我们就是要给出我们的天赋 举例热情 举例爱心 举例真诚 这可能都是我们的天赋 所以呢 透过营销技巧 透过走市场的这条道路 我们完美八大元素 这八大元素呢 其实就是你生命当中 可以去追寻的 让你的生命很好玩 让你的生命充满了体验 但是不被感觉绑架 然后回归在自己的心的层面 保持觉知 内外在关系和谐 对自己忠诚 也对客户忠诚 然后敞开的心 给出你的天赋 这个就是完美八大元素 怎么样去历练呢 透过营销 透过与人分享这件事情 你就有机会去经历这八大元素 那我们的安子导师呢 也会对这八大元素呢 有更多的课程跟说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